辦公室大門口工作人員忙進忙出搬著設備 這是在南投市光明路上的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 因為被划入中興大學南投校區 準備搬到新大台中校本部舊園藝戲館和老舊宿舍群 新大一村 實際來到中興大學舊的園藝戲館 已經掛上法務部廉政署招牌 準備搬進校園 但被質疑違反軍警檢調補務校園的原則 因為學校就像工學院就在學習 然後在教組 然後這東西好像跟學校沒有什麼關聯 比較怪怪的 應該還好吧 如果沒有一個直接的控制的話 其實還好 我覺得沒有不行 我不知道還沒什麼想法 有的學生沒意見 有的認為連政署具司法警察權 把辦公廳設設在校園內 覺得怪怪的 中興大學發出聲明 強調商界程序依照規定 預計五月底完工 六月陸續進駐 連政署主責市公職人員返貪 房貪 速貪工作 進駐校職位行政辦公部門 校外的新大一村作為偵查區域 兩地區隔並無牽涉 均進不入校園的疑慮 華西文林軒小玉月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